李占英先生 1971年生于河北省永年县区墨乡瑶子营村 自幼席恋在本乡流传的杨班侯遗兄弟教联堂传播的 秘传杨班侯太极拳 为该拳第五代正宗传人李竹林大师的嫡系传人 他天资聪颖习义勤奋 接受了秘传杨班侯太极拳 接骨接肉接皮接义四步功法的严格训练 在中和通透内进发放方面读书一致 后又拜杨士太极拳定型者杨成甫之外孙 赵宾大师为师 系统地掌握了传统杨士太极拳 剑 刀 枪 推手等技艺 尤其是将正宗八十五式杨士太极拳传统套路 与秘传杨班侯太极拳融会贯通 深沿理论与技机 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 形成了中正大雅 魂缘贯通 弹力蓬勃 气势雄魂的权益风格 1995年 李战英先生在二十五岁时 就成为了华夏邯郸阳市太极拳研究中心的会长兼总教练 是当时全国太极界最年轻的会长 被邯郸市体委 市武协命名为优秀太极拳师 被中国太极拳大百科收录为古今太极拳优秀人物 曾辗转授权于西安交大 西安理工大学 湖南郕州 内蒙古包头 甘肃兰州 河北武安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山东 河北邯郸永年等地 李战英先生修为深厚 权益精湛 在将近二十年的授权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目前正于第十九位入室弟子赵存宝先生编辑整理 永年曲末秘传杨班侯太极拳一书 此举将填补杨式太极拳谱的一段空白 并为我国的太极拳事业做出贡献 副赵存宝老师为李战英先生的提诗 少时励志一上五 东炼三九下半数 弘扬太极显国威 永年战英无反顾 从单边开始 左侧弓部 身体呢 侧向正前方 左脚 左膝盖 要对向正前方 立身 中正安舒 支撑八面 左手 沉肩 进肘 掌根下沉 向前 向前推出 四指 自然的分开 虎口 撑开撑圆 与左脚打的方向 要一致 也就是说 不要向外开 也不要过意向内的合 要与足 要上下 相合 右手 勾手 万步 突起来 手握的高度 与尖的高度 一样高 单边 定视 眼神 要通过 左手的指尖 向正前方 注视 要做到 内顾精神 外势 安逸 神辱 捕蜀之猫 行辱 扑兔之狐 转身 扣脚 90度 也就是说 从正东方 扣向了正南方 左手 随腰动 这个定时要求 两臂 要撑开撑圆 左手 掌心向下 指尖 温翘 然后 慢慢的 把身体的重心 向左腿上移动 右脚的脚跟 脚尖 依次 慢慢的 提起来 并不玩力 两脚平行 脚尖脚跟 依次踏实 转腰胯 两手随腰动 右手 向正西方 推出 然后 左脚提膝 击脚跟 起脚尖 向外 横迈一步 然后 松腰胯 转身 两手随腰动 然后 左手 向正东方 推出 眼神 要关顾 左手 推出的方向 接着往下降 他有一个 主动手 和次动手之说 当 左手 推出的时候 右手 就要变成了 主动手 也就是说 右手的 腕部 上侧 意念 捧住对方的劲 要做到 与左脚 上下 呼应 近里贯穿 然后 做到 齐根 在脚 发于腿 主宰于腰 慢慢的 向 掌根处 尽力 要运用到 掌根处 然后 起脚 横开一步 然后 左手 就成了 主动手 他要求 左手 腕部的劲 与 右脚的劲 节节贯穿 然后 在腰的 统领下 做到 转腰 胯 起根 在脚 发于腿 主宰于腰 行于 手指 由脚 而腿 而腰 总需 完整一气 静力 要运到 也就是说 运劲 如柏链缸 何肩 不催 再加一个意识 静力 所有的静力 都要运用到 当主动手 有了意识之后 左肩的肩头 然后意念 与右脚 上下呼应 然后 肩头的劲 一边往外走 然后变成 大臂的劲 大臂的劲 慢慢地到 左肩 左肩的劲 慢慢 慢慢地 到了左手的手臂 左手的手臂 慢慢地 到了手的腕 腕部 然后手腕 慢慢地 滑向了 掌根 掌根处 然后 与右脚 左手呢 把右脚 拉回来 左手掌根 和右脚 有一种 橡皮尖 好像 一条橡皮尖 在拉里一样 要相吸相继 要相吸相继 左手推出的时候 右脚慢慢地 收回来 然后 转腰胯 右手 与左脚 然后 右肩 与左脚 大臂 大臂 与左脚 右肘尖 与左脚 小臂 与左脚 然后慢慢地 尽力 向掌根处滑动 左脚 做到 右手掌根 和左脚 要相吸相继 然后开脚 然后左手 与右脚 做肩 夸张地做 夸张地做就是 肩 肘 手 节节贯穿的 与右脚 右脚 与腰 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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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成一体 让节节贯穿的 打出去 这样才能做到 上下相随 好 我翻过来呢 把这个 匀手 再交一遍 从单边开始 左肱部 左手慢慢地放平 转腰胯 要做到 不随身化 身体转化 脚才能扣 内扣90度 然后松腰胯 左手 原路打出 然后左手 把右脚 提回来 转腰胯 慢慢地推掌 躺 横开一步 两脚 应该像翘翘板一样 一脚落 一脚起 右脚落 左脚慢慢地提起 起脚跟 起脚尖 然后脚尖 然后脚尖 脚跟 依次踏实 两手随腰动 右手腕部 与左脚对应 转腰胯 要保持立身中正 安收 八面支撑 顶劲领起来 腰胯松下去 沉肩 顶劲领走 推出 左手 沉肩 顶劲领走 翻掌 推出 在腰的带领下 移动 无有不动 转腰胯 转腰胯 转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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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 转肘 云手呢 总共做三个 三个是什么概念 就是右脚 最后一个落到右脚上 我把它标准的动作再做一下 从单边开始 单边 先看第一个 转身扣脚 右脚 脚跟脚尖 依次提起来 然后落地 这是第一个 横开 转腰胯 二 转腰胯 腰胯右转 横开 一步 横开 三 然后脚尖脚跟 依次踏实 右手随腰 推抹出去 便勾手 然后提膝 侧身踏步 正东方 偏外一点点 然后 公步 右脚的脚跟 向后展一下 形成左公步 单边 好 咱把这个动作呢 再完整的做一下 咱把这个动作再完整的做一下 从左公步开始 转身扣脚 好 一去还生 魏无穷 恰似杨柳 百春风 练到柔和 优美处 行云流水 一般同 云手 做三个 做五个都可以 如果说 云手做三个 倒脸好 也要做三个 云手做了五个 倒脸好 倒脸好 也要做五个 好 云手呢 咱就交到这儿 咱接着往下讲 高探马 高探马 左右分脚 转身蹬脚 这一段 左公步 单边 高探马 左手放平 左手放平 意念呢 左手指尖的捧劲 与后脚 节节贯穿 然后 移重心 重心后移 去右臂 右臂 同时呢 左脚的脚跟位轴 脚尖尽量的内扣 然后 左脚的脚跟 脚尖 依次提起来 两手 前后 对拉 这个定时要求 右手的掌根 正对身体的正东方 也就是不要往外开了 不要打到斜方向 正对正东方 两肩两胯 要温温的侧向正东方 偏向左边一点点 不要过于正 过于正的话 这个劲力呢 打不出来 它是在腰胯的带动下 把右手 把右手 打出去 必须在腰胯的带动中 把右手打出去 要想打出去呢 那两个胯 是正前方偏外 一点点 然后这个劲儿才能出得来 从前面看 从前面看 好像是眼神 头 是对向正前方的 其实内在的是 两肩两胯 是温温的侧一点 侧向 正前方偏左一点点 接着往下降 接着往下降 右飞脚的动作 右手随腰 往外 往下 往里 向右颏 再往 往 nord 再往前前方 上一步 向右手 然后功步 род salud 右手 经左手尖的上侧 远转向前 前向外推抹出去 两手形成一个大驴的姿势 这次驴呢 要求左手碰开碰圆 向外有捧劲 然后右手掌根下沉 指尖自然的翘起来 但不是座掌 是温温的颇掌 眼神要关注右手的方向 然后移重心 重心慢慢的向左腿上移动 然后两手自然的相合 两臂交叉 向斜前方分手分脚 右手的方向 要与右脚的方向一致 不要打开了 与脚尖的方向一致 右手的高度 要低于左手的高度 也就是说 左手指尖 与耳朵尖 和头顶 是在这个位置之间 这是左手的位置 右手高度 与下巴平 不要太高 不要太高 这是右分脚 然后左分脚 右手翻掌 左手屈臂 右脚往斜前方上步 攻度 攻度 左手 左手 经右肘尖的上侧 往前 往外 推抹出去 两手 两手形成铝的姿势 然后 两手相合 重心 慢慢地交给右脚 转身 左蹬脚 左脚向后 电一步 转身 扣右脚 扣右脚 左手在外 右手在里 然后提膝 向正西方蹬出 向正西方蹬出 左脚西腰部 右手向右后方沉掉一下 然后 然后 往前 上步 樓西 拧腰 攻步 推掌 因为这是老动作 一带而过 然后 然后 又一个 樓西腰部 右樓西腰部 下边的动作呢 是进步栽锤的动作 我把前面这几个动作呢 翻过来再交一下 从单边开始 高探马 左右飞脚 转身蹬脚 单边 高探马 移重心 去右臂 两手 左手捧劲不要丢 慢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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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拉 身体有一种拔肠的感觉 然后 右手随腰动 转腰胯 往左前方上步 攻步 形成大驴的姿势 然后 移重心 右手 和 左手 和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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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合 右分角 去 左手 去左臂 抬起 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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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扣脚 提膝 转身左蹬脚 然后左褥西腰部 白脚 右褥西腰部 好 咱们接着呢 接着褥西腰部 接着右褥西腰部 把进步栽垂的动作再做一下 为了教的方便呢 我面对着大家呢 把这个 进步栽垂做一下 从右肱部 正前方开始 右手搂膝 搂到膝盖的外侧 指尖指向正前方 左手 沉肩进肘 坐掌打措 然后右脚的脚跟位轴 脚尖外摆 同时 右手去臂 变全 转腰胯 右手向外 向里 再往前 再往下 攻步 褥西 栽打 全眼呢 要对向前上方 好 我再把这个动作呢 面向正规的方向做一下 右脑西腰部 白脚 变全 转身 然后 往前下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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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